安波足球快信,2021年3月8日,奔菲加食硬比兰倫斯。 星期周二凌晨,普超有一场独角戏,奔菲加张作客,对阵比兰倫斯。 奔菲加目前勇角看赛事两年胜,而且他们将会全力冲击欧冠之格,球队战二十足, 今次面对呼吸压力颇重的比兰倫斯,奔菲加赢波在网。 虽然比兰倫斯目前已经连续五轮联赛保持不败,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,在这波不败期间,有多达四场赛事遭遇和局, 这个讲明,球队增胜能力不足。 反观金仗对手奔菲加,他们在勾霸杯三十二强,被淘汰出局之后, 球队就将全部精力,投放在国内赛事,要知道最近在联赛, 同葡萄牙杯相计报起,奔菲加目前,已经拿到各项赛事两年胜, 球队状态静悉。 而且在这波各项赛事两年胜当中, 奔菲加的进攻点极为分散,四个入波皆由不同的球员攻入, 其中阵中首席射手,斯肺洛域亦能, 在这个期间破门得分,这位风扇杀手目前脚锋正顺。 虽然奔菲加退出增贯行列, 但是他们已经调整目标,冲击勾贯资格, 而球队目前在小踢一轮联赛的情况下, 落后排名次值的波图六分, 照这样来看,奔菲加将会全力抢分,球队战二十足。 反观比兰伦斯这边,上轮联赛打和摩里伦斯之后, 他们目前排名,以下滑自积分榜第十一位, 并且同降班附加赛区域, 只有三分的差距,球队互级危机日益严重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奔菲加近四次对阵比兰伦斯, 保持全胜皆积, 当中正胜两球或以上的长次, 成为家常变范, 这次再战手下败仗,奔菲加赢波问题不大。 在双兵方面, 比兰伦斯后卫亚卡斯和艾道亚道等人皆因伤无波踢, 奔菲加后卫维顿汉和前锋达云纽尼尼斯等人皆因伤要休息下。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,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, 赛后报告,足球世界花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